好的,继续我们的乡村爱情系列 今天我们聊一聊本山的一个女徒弟 前一阵子在直播平台炫富 如何炫的呢?我们一起看一下 造本山女徒弟娇娇主演电影上映 炫富女徒弟票房两天突破60W 所谓娱乐圈就是个名利场 很多人想紧不容易 如今的孝心界分为四大山头 哪四大的? 本山旗下的本山屯梅 郭德纲旗下的德云社 沈腾带领下的开心麻花 还有贾玲带领下的大碗娱乐 这些年本山大叔退居幕后 小徒弟们如今已经成为了 舞台上的终结力量 比如什么赵氏、刘能等等 最近这些徒弟一直也不省心 给我们的本山大叔 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最近这几天 最火的就是本山的女徒弟 娇娇的炫富风格 据悉他应该算是造势刘晓光的徒弟 应该是本山的徒孙 娇娇在上了欢乐喜剧人一个配角之后 逐渐的有了名气 在短视频当中 你是没少坑老铁 声称自己买了四座岛屿 在北上广拥有七处豪宅 就算有 我现在也是老铁刷的 11月份 这个娇娇和张小伟出演电影 《匹怪英雄》上映 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电影 票房也就凑合 但是如今本山的这些徒弟 不正经开什么戏了 就是在某手上 天天的让老铁刷礼物 带货直播 最近他就发了一篇视频 录制视频的问 娇娇电影上映了 票房咋样 娇娇回答 破万了 破百万了 娇娇羞的说六万 说完之后 哈哈大笑 自己还弯了腰 这六W远远抵不过 老铁给他刷的礼物 现在这帮演员 本山传媒的 早已给自己找到了副业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再见 再见